再次欢迎大家来到现场 很高兴我们马上要开始 今天的全世界全球的 网络的创业事业说明会 那我是Yvonne 目前位于美国的洛杉矶 那很高兴在接下来的 这个30分钟的时间 我将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现在最热门的创业的趋势 而刚才大家所看到的影片 也是现在最热门的一个现象 什么叫做现象 我想很多朋友来自世界各地 不管他过去的背景 或者他事业的不同的阶段 但是我想每一个人 现在都被一个特别的情景来吸引 就是他们在追求一个身体自由 财富自由 最重要的是心灵自由的一个 事业丰富的一个人生 所以接下来我将会以30分钟的时间 跟大家分享到底要怎么样 才可以掌握你自己的未来 我想从小到大 每一个朋友都有这个梦想 想要自己当老板 但是在传统的环境 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就是你可以摸索 来当老板 第二个方式 你可以投资一大笔的资金 来选择加盟现在市面上 有名气的这个店面 那很高兴 今天在一个最新的一个互联网的时代 我们的选择不是只有这两样 我们能够抓住一个趋势 能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生意 那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在现今这个世代 能够成功的创业 根据不同的产业的成功的人士 他会告诉您 一定要有两个必要的关键 第一个一定要抓住一个时机的平台 就是现在什么话题是人们最热门 想要知道的想要拥有的你往这个方向去 你就抓住了时机的平台 那第二个就算有热门的趋势 要怎么样才可以让你跟着热门的趋势搭上桥梁 让你能够为自己创造另外一桶金呢 这就是你必须要有的第二个关键 就是你要有一个完善的系统 来教你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 能够创造出最大的财富 什么是当今最时机的平台呢 就是美商杰斯Gines Global 那美商杰斯为什么是最热门的一个创业平台 首先它完全了符合现在市场上 最想要的一个趋势 不论是哪个国家 不论于是哪一个种族 那现在大家热衷要追求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每个人都想要让自己能够延缓衰老 越来越年轻 这就是想追求最新的生命科学的这些生物科技 那第二个当然我想每一个人都在追求财富经济上的自由 什么叫做财富经济上的自由 我过去十几年在美国工作 帮这个白人的公司工作 那我觉得薪水也许是达到自己认为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个阶段 但是呢一直没有心灵上的自由 因为不论你是帮别人上班或者是为自己创业 我想呢即使财富赚到了 但是往往会有很大的压力 跟很多的这些包袱哦 所以怎么样的创业环境能够让你达到真正的自由 就是想什么时候跟什么人在一起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的平静 非常的轻松呢 我想这两个现在就是全世界最热门想要抓住的趋势 那首先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美商结识这个公司的背景 现在大家在荧幕上所看到的这对夫妇叫做Wendy Lewis和Randy Ray 那这对夫妇呢 他们是在全球通路管理系统有超过20多年的专业经验 所以很简单一个道理 当你要创业选择跟已经成功的人士 而且是有丰富的经验的朋友一起合作 当然你成功的几率会大很多 而且可以缩短你努力的付出 那美商结识在2009年呢 现在成立已经将近四年多的时间 我们在全世界有80多个国家 市场已经拓展到80几个国家 那全世界有20多个海外分公司 也就是这个公司无论在财务上 无论在潜力上呢都是属于最高等的 那美商结识的商业模式不是所有 不是像传统的这个销售或者是推销 美商结识提供一个创新的交互式网购 没有错 这个名词是我在商学院也不曾学到过的 这就是最新的名词 最热门的创业的一个方式 那这样子的一个商业模式 可以为任何的消费者在使用的同时 或者为经营者呢 能够提供完整的全球创业的平台 所以因为我们的老板 因为我们拥有的生物科技 因为现在这个时机 美商结识所为大家提供的优势 就是拥有高生物科技 还有全球通路的平台 为什么现在创业要做全球的生意呢 很简单一个道理 你想要赚一个国家的钱 还是八九十个国家的钱 我想这个道理是非常的简单 那首先我们来看看 美商结识的生物科技 是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首先美商结识拥有国际级的 这个医疗的这个著名的团队 那首先最具有代表的 就是全球的知名的医疗顾问 Dr. Nathan Newman 那他本身是杰斯的这个保养的 这个保健品的这个研发人之一 那他本身在美国洛杉矶 非常著名的比佛利山庄呢 是开设医疗美容诊所 最重要的是呢 他在未来的医学成人干细胞这个领域呢 是有一个非常先驱的一个 得到尊崇的一个地位 那他本身也是接受很多 国际主流的这个媒体的访问 那第二位这个具有代表性的 这个医生医疗团队呢 是Dr. Vincent Gia Papa 他有所谓的这个抗衰老之父之称 他本身呢这个 在这个抗衰老领域 有十几本的这个著名的著作 那他也是美国抗衰老的 这个医学院的这个创办人 那还有一个让我自己个人 非常震惊的这个背景呢 就是世界著名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渔航局 NASA我们也叫做太空总署呢 那他竟然呢 他的这个医疗的这个 这个背景呢 受到美国渔航级的这个认可 聘请他担任NASA的这个医疗顾问 所以这个杰斯所聘用的这个医疗团队的背景呢 都是非常的不简单 而且是非常难得 那杰斯在抗衰老领域呢 跟外面市面上过去几十年 所讲究的这些瓶瓶罐罐呢 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高度 美商杰斯所讲究的是一个细胞优化系统 这个名词听起来就非常的先进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在一个最安全 最平衡的状态之下呢 让你由内到外 由外到内呢 都可以变年轻变健康 而且是不只是表面 是完完全全 内内外外的 所以呢 针对的对象就是不管是非常健康的朋友 或者是亚健康的朋友 我想在现在这个自由基 还有这些污染的这个环境生活下呢 我想每一个人都要注重自己细胞的优化啊 那首先跟大家简单的一个分享呢 杰斯的这个细胞优化系统由外向内 那就是我们的Luminous的这个保养品系列 它可不是普通的保养品 因为它运用了成人干细胞技术所研发出来的保养品 那首先呢 在这个最具代表性的这个精华液的部分呢 它拥有超过248种以上的成长因子 而且是完完全全天然的 它能够怎么样唤醒我们的肌肤的活性 促进我们的胶原蛋白 这个还有弹性纤维的再生啊 那我们来看看几张照片 这位女士呢 她在使用我们这个精华液 差不多两三个礼拜呢 大家可以看到使用前跟使用后 在这个眼睛下面的这个皱纹啊 眼带的部分有明显的改进啊 那这个就因为她的这个胶原蛋白呢 已经滋生了 已经再生了 所以皮肤是非常的饱满 那我们来看看第二张照片呢 这位女士啊 她非常有勇气 因为呢 她在拿到产品之后呢 她只用在她的半边脸 一半的脸 那大家可以看到啊 在你右手边的照片很明显 她的左半边脸大大的 比右半边的脸呢 年轻很多 首先你可以看到她的这个笑纹啊 这个眼带 最重要的就是整个这个皮肤的这个提升啊 是完全在非常天然的安全的状态之下呢 得到改善 那在你荧幕左边的这张照片呢 是一个医生呢 他是非常相信科学 所以呢她用了这个医疗仪器 在她的左右边脸呢 各照一张皮肤底层的相片 大家可以看到 不止皮肤的表层很明显 最重要的是她皮肤的底层呢 因为这个细胞优化呢 完完全全可以看到 使用前跟使用后 有完全不同的这个反应啊 所以也是因为这张照片让很多的这个主流医生呢 代理美商杰斯的产品 那我们其中有一位医生他自己呢 在美国是这个研发保养品呢 也是非常有这个知名的这个地位 但是他在看了这个杰斯产品的这个功效以后呢 他说这个产品的功效比他自己研发的产品好超过十倍以上啊 那我想呢 这个老化是无可避免的 当我们照顾自己的这个皮肤外围以后呢 最重要的呢 我们希望细胞的内部也可以让我们怎么样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但是却可以锁住年龄或者是更年轻 那我们很幸运在美商杰斯呢 我们的年纪不是跟我们身份证上的年纪呢 必须要一样 我们的身体的状态可以比身份证上的年纪更年轻 更健康 我想这是每个人都在追求的 所以呢 在细胞优化系统的另外一个领域 由内到外呢 就是要帮助大家能够修复DNA 修复你的基因 延缓老化 那最具代表性的产品呢 就是Reserve这个配权精华 那这个产品大家看到像紫色的 为什么呢 什么水果是紫色 红葡萄 我想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喝红酒啊 这个对这个心血管非常好 这是非常正确的 最主要的呢 就是哈佛大学 还有许多的医疗单位呢 已经证实了 在红葡萄 尤其红酒里面呢 有一个天然的 这个抗生素 天然的 叫做白梨卤醇 但是在传统的红酒啊 通常要好的红酒呢 你可能喝了一整瓶啊 先不管你有没有这个体力 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喝一整瓶的红酒 它只有差不多一个好客的白梨卤醇 可是在杰斯的这个最新的生物科技的这个技术研发下呢 我们有这个reserve配权精华 它的主方呢 也是白梨卤醇 可是这一小包里面呢 这个的含量的白梨卤醇 相当于你喝了75瓶以上的红酒啊 那杰斯的产品呢 有两个跟市面上的这个白梨卤醇最大不一样的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是以液体的用悬浮技术研发出来的产品 所以呢 每个一小包一小包 当你从嘴巴喝下去的时候呢 首先滋味是非常的美味 还有呢 它有高吸收率哦 让身体能够几乎完完全全的吸收 那第二个杰斯配权精华的特色 就是除了有白梨卤醇是主方以外 那添加了许多天然的这个水果 像黑樱桃啊 红石柳啊 这个绿茶卤蕙等等 那这些天然的水果植物呢 都是你的医生 你的营养师 要你每天多吃一些 可是你想想看我们现代的人哦 这个可能常常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了 怎么可能还去照顾每天吃三到五种的这个植物水果以上 所以呢 现在杰斯为我们准备的这个配权精华 就是非常符合现代人哦 一天呢 可以放一两包 在这个自己的这个随身携带的包包里 那随时呢 就可以饮用哦 让自己能够延缓衰老 让细胞怎么样 能够帮助我们 能够恢复 能够再生哦 所以呢 今天在杰斯这个平台 我们非常的幸运 因为今天杰斯所提供的产品 是在市面上还没有办法拥有的 根据医疗团队呢 他们想市场至少要五年以上 才有可能跟上今天杰斯的生物科技 所以我们在今天就可以享有未来的医学哦 所以呢 刚才大家所分享的就是成功第一个关键 你已经有一个实际的平台 这些追求健康都是每一个人都想要的 那大家都不否认 大家都想要抓住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但是你怎么样让这个趋势跟你有关系呢 也就是说你怎么样在这个全新的一个趋势 能够为自己创造另外一番财富 我想大家回顾过去的几年或几十年哦 你有没有曾经想要买股票 可是后悔忘了买 你有没有想要买房地产 投资房地产 但是很后悔没有跟上这个机会 我想呢 每一个人对这样子的感觉都不陌生 因为当你抓住了一个实际的平台呢 最重要的是你要能够完完全全的运用 让你可以占有这个最好的一个时机 那今天呢 在美商杰斯提供那么好的一个趋势 你今天唯一要做的就是要拥有第二个关键 就是由一个US全球创富系统来教你 怎么样抓住这个趋势 为自己创造另外一桶金 那第二个关键的这个US全球创富系统的系统创办人 就是大家现在在荧幕上看到的这个Kim Hui女士 她本身是美籍的华人住在洛杉矶哦 她在互联网电子商务有超过20多年的这个经验 那她在网络营销业所打下的记录 到现在还是记录保持人哦 那她自己本身已经环境是非常的富裕 但是她为什么还要创办这个全球创富系统呢 因为她自己是创业走过来的人 她知道任何想要创业的朋友往往有欲望 但是好像没有左右的这个把手来扶持她 来帮助她 所以因为有她自己的过去的这个感这个经验呢 她创造这个系统能够为任何有梦想想要抓住机会的朋友 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开始呢 她提供一个家提供一个系统 让大家都可以在这个现在最热门的抗衰老趋势 互联网趋势可以为自己呢创造另外一番财富 那自己本身也是畅销励志书让梦想飞翔的作者 所以我们非常的荣幸啊 这个有这样子的一个已经成功的人士 而且是本身在自己人生已经非常成功的一个阶段呢 还愿意来帮助我们任何想成功的朋友 能够找到一条最洁净的一个道路啊 所以呢 为什么我们在创业的时候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系统 因为系统就是我们事业人生的导航仪 就像GPS啊 你想想看过去我们开车 还没有导航系统的时候呢 你从第一点到第二点 你要是不知道怎么走 你可能会绕路耽误了一些时间 可是现在有了导航仪 他可以根据他过去的经验 直接为你指出哪一条是最顺畅最短的一个道路 那重点是你要不要抓住这个导航仪为你提供的资讯 所以呢 同样的道理 US全球创富系统呢 在我们创业的过程当中 他就是不断的提供给我们知识 讯息 工具 也就是说 你想创业 不论你之前有没有创业的经验 有没有这个口才 有没有在互联网 有过这个学习过 这些都不重要 因为你今天已经有了US全球创富系统 帮助你 把你所需要 在创业路程上需要的这个资讯 都会提供给你 那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愿意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呢 把你的心 把你的思维打开 你可以在这当中 学习的路上 得到正面的能量 让自己更开心 所以呢 刚才我跟大家所分享的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完美组合 你有一个最跨时代的生物科技 你有一个革命性杰斯所提供的商业趋势 还有最重要的是 你有一个完善的创富系统 教你 把你跟最热门的趋势 能够搭上桥梁啊 那我相信这个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创业平台的朋友呢 当然非常的兴奋 因为在过去我们一直想要拥有的 今天这个创业平台都把这个答案帮你找出来了 那你如果想要抓住这一波的财富 你想要启动全球财富的成功钥匙 你只要做两个非常简单的动作 你不需要再自己摸索了 第一个你就是选择加盟网店 第二个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套装 首先为什么要加盟网店呢 因为首先我们今天的店面不是传统的零售店 开在这个热门的这个店面 你要付资金 你要有很大的本钱 今天我们的店 我们是开在网上 开在互联网 所以完全没有任何的费用 我想每一个人用手机 用电脑已经是非常平常的一个生活习惯 那拥有这个网店呢 杰斯立刻会帮你制造出来个人的网页 所以你也不需要像传统的做生意的朋友 要花钱请人帮你设计网页 今天你一旦加盟杰斯 个人的网页包括不同的语言 当然一定有中文的语言呢 已经帮你立刻怎么样架构好了 你也会有个人独立的网路办公室 你不需要请员工 你不需要请这个仓库 一切呢都是在网上清清楚楚都有报表 那还有呢就是今天 杰斯是一个美国的公司 所有的奖金都是以美金来计算 所以任何一个网店的会员呢 也会有一个美国独立的资金账户 所以呢这个就是加盟网店 跟传统开店最大不一样的地方 如果你愿意你的生意 今天就可以立刻开张啊 所以是非常神奇的 跟传统创业是完全不一样的速度 那第二步呢 你要选择最佳的套装 很简单 如果你今天说我要抓住这个趋势 我不要在几年后再后悔 后悔当初没有买对的股票 后悔当初没有做对的房地产投资 后悔当初抗衰老互联网趋势 你没有抓住 你想要直接经营 你就可以选择商务套装 那对于一些朋友 你说我要不要做生意 我还不晓得 但是我愿意成为产品的受益者 帮助我自己照顾我所爱的家人 那你就可以选择体验套装 就是那么简单 步骤一步骤二 你的健康你的生意都可以往正面的方向起步 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这个平台现在吸引了许多专业的朋友 包括成功的商人呢 因为他们看到了革命性的一个收入来源 什么叫做革命性的收入 就是以前不曾了解不曾拥有过 我做了投资理财生意十几年的时间啊 我有不同行业的客人 可是我没有曾经遇到过有这样子的一个革命性的收入 不是只有一种是多种 而且是没有地理位置国籍的限制啊 那我们有几种收入 我接下来跟大家很简单的分享啊 那我们有一次性的收入 像消费收入或者推广收入啊 但是最让我这个啊能够放下十几年投资理财的生意 来完全投入做结识这个生意呢 是因为市场收入 什么叫市场收入 因为这是我传统生意 是再努力十年二十年也没有办法赚取的市场收入 所以当然对我非常的有吸引力 什么是市场收入呢 就像大家现在玩微信 大家玩脸书 同样的道理 当你呢跟你周遭的朋友分享 那你这些朋友觉得是好的资讯 也跟他的朋友分享 可是你今天不见得认识你朋友的朋友 可是借由杰斯的一个生意的平台 他就帮你怎么样 把你跟你的朋友 跟你朋友的朋友 已经开始紧密的串联起来的 所以呢举例来说 现在你位于中国 你有朋友 他认识的一个朋友在日本 那他这个日本的朋友选择 也加入这样子的一个创业平台 你的生意 你还没有搭飞机到日本 你的生意已经不知不觉的延伸到日本 而日本的业绩也现在开始跟你有关系 所以呢市场收入呢 就是一个累积无限扩散的一个方式 所以呢这今天待会呢 如果对于有兴趣了解 杰斯的这个奖金收入呢 我们会教大家学习更仔细的这个奖金收入来源 那另外呢也有管理收入 那管理收入也是一个无限的一个管理收入 这个管理收入不是指你要每天去管理 像传统的老板盯着员工的这个管理 这个管理的收入呢 是一个在这个互联网上 因为不同网店跟不同网店之间的关系呢 会产生一个不同级的经销商 第一级的经销商 第二级的经销商 你不见得认识你第二级 第三级 第四级的经销商 但是因为他们的在市场上运作出来的成绩 你也可以怎么样 沾一点光 你也可以借着这个系统帮助你管理呢 你可以拥有管理收入 那杰斯呢也提供一个分红收入 这个分红这两个字听起来就怎么样 非常的甜蜜 当你达到公司最高的两个等级 钻石跟双钻石的时候呢 公司会把全世界的CV的业绩 有百分之三 全球不是只有你的国家保留起来 那让达到这个钻石跟双钻石以上的朋友呢 能够分享全球的营业的业绩 也就是说当你达到钻石跟双钻石的时候呢 你在这个公园 你在这个Shopping Plaza 这个购物商场的垃圾桶 看到吃完的这个配权精华的袋子 你会很高兴 因为你知道全球的业绩 全球的收入也开始跟你有关系了 所以呢我想这就是一个非常新鲜 但是已经被证实的一个收入的一个平台 那我想呢今天你所看到的就是一个千载 难逢的一个生意的创业平台 我想呢任何一个朋友 如果现在你在线上你有所感动 你想要给自己一个机会 因为你今天有勇气开启 拿到这个财富的钥石 这个趋势就跟你有关系 可是今天如果你没有行动 你不愿意加入这样子一个趋势的话呢 我想过去三四年已经很多朋友在这个平台 达到他人生的梦想 我想今天这个机会 这个决定就交在你的手里 所以呢对第一次收听我们视频创业的朋友呢 你赶快询问 今天邀请你听事业说明会的朋友 要怎么样开始 你要成为产品的受益者 还是你要成为时机的受益者 立刻开始为你创造全球的财富 你只要一个智慧型手机 你只要一个iPad 你就可以开始做生意 展开你人生起飞的一个时刻 所以呢我在这里要谢谢来自全世界的朋友 我们在线上的不同的国家的朋友呢 几百个朋友呢在线上呢 收听今天的这个创业说明会 那我再次要谢谢大家 那对于呢想要做学习 如何了解利用这个革命性的奖金收入 帮助我们创造持续性的收入 的朋友们呢 我们休息五分钟 今天我会为大家做一个特别的培训呢 差不多三十分钟的时间 那大家可以休息一下 喝杯水 上个洗手间 那我们五分钟后再见 好再一次欢迎大家回到培训的现场 现在在荧幕上呢 这个几乎刚才来到线上的全世界 所有朋友呢都没有离开 那我也很谢谢大家这个那么的用心 而且有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这个态度 那我想今天呢我想为大家所做的这个培训呢 就是奖金怎么样运用 杰斯的革命性的奖金的制度 那帮助自己创造另外一桶金 我想每一个朋友现在在杰斯这个会员呢 我们有传统的上班族 那我们也有这个传统公司的这个老板 到底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朋友投入 全新投入杰斯这个生意呢 我想当你看到杰斯的平台 能够提供给你的东西 东西我们待会再来定义什么东西 我想呢如果今天这个平台提供给你的东西 是你传统生意传统工作 再努力十年二十年都没有办法提供给您的时候 我想其实非常的清楚 你要把你的时间精力投入在哪里啊 那到底杰斯这个平台可以提供给你什么样的东西呢 我想呢最直接的对于一开始加入的朋友 既然是创业 我想最直接的就是你要在创业 能够得到属于自己的回报 我想传统上班族的朋友非常习惯 做一天工拿一天薪水 那传统的这个投资的老板也习惯怎么样 投资了一笔资金要等一段时间才可以得到回报 可是今天如果你完全了解杰斯的奖金制度的话 你会了解这个杰斯的奖金制度 它的收入有不同种的收入 不是只有一种 首先每一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 自己的背景 自己的喜好来赚取想要赚取的收入 我想第一个这个人性化的收入设计 就已经当大家非常的喜欢啊 那第二个呢最重要的是 当你把你的时间投入去经营你自己生意的时候呢 首先你不像传统的老板要投资一大笔资金 要等一段很长的时间才会看到回报 因为杰斯为我们所设计的收入 对于一开始加入经营的朋友们 杰斯可以帮助给你短期的收入 这个短期的收入如果你愿意 你可以再加入的第一天 第一个礼拜 第一个月 你就可以把你投入的资金完全赚回来 我想这在传统行业是几乎不太可能的天方夜谈 可是呢在杰斯的短期收入 就是为了要兼顾每一个朋友 因为每一个人朋友都有日常收入日常支出 所以呢 很简单用白话文来叙述杰斯这个生意 就是边学边做 但是你还是可以边赚钱 那对于这些 前期的这个金流 这个cash flow 前期的金流已经帮助你照顾你好了以后 接下来你可以开始看到杰斯真正的什么 大块的这个馅饼 大块的饼 因为呢这个饼呢是没有地理位置的限制 甚至没有时间的限制 什么叫做没有时间的限制 就是你不上班的时候 你还可以赚钱 哎这不是天方夜谈 因为 所谓你不上班 不工作 在杰斯还可以赚钱 代表的是 你在前期所付出的努力 已经帮你累积保存下来 你可以怎么样享受你过去所投入的时间跟努力 那我过去做投资理财顾问的时候啊 我的感触其实非常的深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月非常努力有好的业绩 可是到下个月 一号怎么样 我又归零 我要从头开始 可是今天杰斯这个生意呢 能够让我们怎么样 不断的努力 可是你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 会给你累积啊 所以我想今天培训的重点呢 我要首先跟大家强调 我不是要教大家怎么样把奖金制度 讲的像讲师一样非常完美 因为我常常说最好学习奖金制度是 当你赚到了电脑自动播给你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个奖金收入从哪里来 但是如果今天我可以利用几十分钟的时间 帮助你看到杰斯特殊 就是我们传统工作 没有办法得到的收入的话呢 我想你自己可以知道 怎么样应用这个平台 帮助你自己赚取持续性的收入啊 好那我们现在马上开始啊 那我想呢 在介绍这个收入来源之前啊 我想大家首先要了解 杰斯的生意是前所未有的 是一个革命性的商业平台 是我在商学院没有学过的 是我所认识成功的朋友 在杰斯以外呢 我还没有看到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收入来源 可是我现在体会在杰斯几年的时间啊 我过去不知道的事情不代表它不存在 所以呢首先大家要有一个开放的一个思维啊 因为杰斯的这个营销系统呢 首先呢是一个是什么啊 是一个全球性的 那你所需要的公司 金流物流都帮你提供给你了 你唯一要付出的是什么 是付出你的时间 付出你的爱心来经营你的生意啊 好那首先呢 第一个杰斯的收入啊 有两大类 一大类呢是一次性的收入 什么叫做一次性的收入 就是当你动口动手的时候呢 会有收入 这就像传统上班族 有去上班就有薪水 没有上班没有薪水 同样的一个概念 那首先第一个消费收入 就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一次性的收入 那什么叫做消费收入 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当你的朋友在网上 你的网页订购任何产品的时候 网上的零售价 跟你自己的会员价的差额 就是消费收入 那举例来讲 一瓶的这个精华液 或者是一盒的配权精华 它的差额是差不多 50块钱美金左右 就是300块钱的人民币啊 但是今天我要特别强调啊 其实消费收入真正看懂 杰斯这个生意的朋友 你不会把自己的生意建立在 只有消费收入而已 因为这个生意不是要你去推销产品 不是要你去挨家挨户去敲门去销售 如果这个生意是这样子的做法 第一个它不会吸引我 它也不会吸引很多这个专业的人士 上班族或传统老板去改换跑道 把时间投入在这里 那消费收入对一些这个美容院的朋友 或者医生诊所呢 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好的 因为他们本来就在代理产品 可是对于这个我们一般平凡 没有产品的没有店面的朋友们呢 其实消费收入赚得越少越好 为什么因为你才会把时间放在 真正会给你大回报永续收入啊 所以呢我常常在不同的市场呢 跟会员见面 我想当他生意做不大的时候 还没有达到他理想的时候 往往就是他们把他们的时间放投入在 推销推广产品 所以呢这样子呢是没有办法让你发财的 OK所以呢消费收入这个生意记得 既然是一个全新的平台 我们要一个全新经营的方式 让自己呢在这个趋势里面赚到大钱 消费收入可以带给你零用钱 可是你要赚取大的生意的收入 你要把时间放在第二类的收入 待会我会跟大家来分享啊 那第二个一次性的收入叫做推广收入 那你可以根据每一个国家的市场 那不管你在哪里 你都可以做全世界的市场啊 所以推广的收入呢 你可以当你的朋友选择加入 网店选择套装的时候呢 你可以赚取一次性 美金25块钱到500块钱都有啊 那其实这个推广收入的概念 非常的简单哦 因为呢很多朋友会想说 哇我跟朋友分享的时候还赚钱 这样子我好像是在赚朋友的钱 叉叉完全不对 因为我来跟大家解释 任何传统做生意都会有一个推广的费用 叫做promotion marketing做市场 那传统的生意最直接要推广 借由什么样的频道 是借由广告借由媒体花一大笔钱 请漂亮的明星帮他们打广告 所以今天杰斯所运用的商业模式 是一个直接利用我们的嘴巴 愿意当我们跟朋友分享的时候 你的朋友是不会看到广告才了解 他是因为你的分享 所以等于是公司把原先传统 要打广告去请明星的这些费用 都省下来给谁 给任何的网店 你想要跟朋友分享 你理所当然心安理得 赚到公司给你的推广收入 所以这个绝对不是赚取朋友的收入 这是公司给你 当你愿意去分享 你该得到的推广收入 那我想在推广套装的时候 不管哪一个国家 我建议你跟朋友分享的时候 你只要推出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给消费者的体验套装 一个就是想要做生意的商务套装 或者如果你的国家有 你可以选择一年的超级商务套装 那现在举例来讲 我以中国大陆来做这个示范 我想想要做消费者的朋友 最简单 因为杰斯是讲究一个细胞优化系统 所以既然要试就好好试三个月 那这三个月不是我们所规定的 是细胞专家所规定的 因为我们细胞不同的器官 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怎么样 这个细胞转换的一个时间 那平均是三个月 所以既然要去试体验套装 有这个美金差不多930块钱的 这个综合的产品的套装 或者你可以选择有11盒的 这个配权精华的套装 差不多是900到990块钱左右 如果你的朋友因为你的推荐 选择的这个体验套装 想要学习做消费者的时候 很简单 公司就会给你美金200块钱的奖金 那最重要的是 这200块钱 或者是你的朋友选择一年套装 得到500块钱的时候 推广收入就是你最快的现金流 记得我一开始的时候有跟大家提醒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在当天 你加入的当天 或者一个礼拜内 一个月内 你就可以把你投资的金钱收回来 很简单 我用体验套装举例 如果今天你一开始加入的是体验套装 你花了差不多9001000块钱美金 那很简单 当你去跟5个朋友做推广的时候 5乘以200块美金就是1000块钱 你立刻所投下这本创业的资金 当时就可以怎么样 完全的回收 所以这个跟传孔的生意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对于这些 现在在上班的朋友 想要兼职 想要给自己找一个备胎 或者是想要转换跑道的朋友 记得推广收入是你要帮助你打下很好的经济基础 而且让你立刻就有什么现金流 因为这是操控在你的手里 那为什么推广收入很重要 因为我常常说你想要赚大钱吗 你赚大钱之前你要先赚小钱 因为当你赚取推广收入的同时 也就是代表你的生意不再是一个人做 你是有越来越多的生意伙伴 帮你一起来做这个市场 当然越多人的话 你做起来是越轻松 同样的道理 所以刚加入的朋友 我会建议要在最短的时间 推广20个朋友 不管是消费者或者是经营者都没有关系 那这样子的话 首先你会有很好的固定 每个月每个月的现金流 以及你会有怎么样 在加入你伙伴的经销商里面 你会筛选到几个愿意 给你一起来拓展他生意的朋友 所以推广收入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的指标 所以之前两个消费收入跟推广收入 所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次性的收入 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非常震撼的 就是我自己投资理财 以前没有遇到过的这个市场的收入 你想想看 今天不论你在哪一个城市 可是你靠着这个互联网的平台 你就算不坐飞机出国 你还是可以赚取全世界的市场收入 你告诉我目前现在的传统的工作或生意 有谁可以提供给你一个收入 是没有国籍地理位置的限制 我想很谢谢这个最新的这个 杰斯的这个创业平台 为我们能够提供传统生意 是没有办法提供给我们的一个突破性的收入 那市场收入呢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当你跟朋友分享 他们在跟朋友分享 那他们在跟他们的朋友分享的时候呢 你的生意就是无限的这个去扩散啊 那每一个朋友都会建立两个营运区 一个在左边 一个在右边 那当你就看看现在你的网店 无限的展开来的时候呢 无限延伸 不管它延伸到哪一个国家 你认不认识 最重要的是你都可以怎么样 你都可以共享他们所建立出来的业绩 我们杰斯所用的业绩的单位呢 就是CV分数啊 每个产品 每个套装都有分数 所以当你的营运区里面 累积下来的分数达到300分600分 或者是600分300分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公司就会送给你35块钱的美金的返利 什么叫做返利 就是回馈 回扣 就像你在坐飞机 有这个里程累积 用它来换机票 或者是你在这个购物中心 集点 同样的道理 好 但是呢 你今天得到的不是点数 不是得到里程 你今天集到的是真正的美金USD 那为什么这个市场收入那么的震撼呢 首先因为如果你选择每个月你要经营这个生意呢 你唯一要做到的就是每个月维持一个产品有60分 这样子的话呢 你的分数是永远不归零 今天不管你投入多少时间或者需要请假一阵子去忙自己家里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呢 只要你做每个月的月购货 你的分数是永远不归零啊 所以非常的弹性 让你能够按照自己的时间来投入这个生意啊 那每一个礼拜最多你可以领取750次的返利 就是你一次有900分3600的组合 有750次 一个礼拜 你在市场收入的部分呢 能够赚取美金26,250块钱 差不多人民币156,000的收入是每个礼拜啊 所以呢 这个生意啊 为什么那么的啊 好玩 因为你靠着自己的努力跟几个朋友分享 他们在跟他们的朋友分享 他们在跟他们的朋友分享 无限扩散 可是这无限扩散的每一个点 都跟你有关系 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我用一个比较日常生活 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概念啊 我们现在大家都有这个万事打卡 Visa Master 那如果今天这个万事打卡告诉你 他说呢 你除了自己消费可以累积点数以外 从现在开始 只要在你以后加入万事达会员的朋友们 不管你认不认识他 当他们消费用他们的信用卡的时候 分数也可以累积到你头上 你说好不好 太好了 因为一个人累积 绝对怎么样 范围很小 可是当有一堆人 陌生人 在你国籍以外的人 跟你一起 累积分数 你当然是速度快很多 所以当正看懂杰斯这个奖金收入的朋友呢 其实市场收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概念 为什么 因为他是无国籍 没有这个地理位置的限制 而且呢 你唯一要做的动作对于经营者来讲 一个月只需要一个产品60分 很简单用一个这个正常的 一个产品 我就说美金100块钱好了 除以30天 如果你要做这个生意 你唯一的花费 唯一的投资是1300块半美金 差不多人民币20块钱 所以你想要做生意 你能不能负担一天20块钱的人民币 如果可以的话 这个生意你就可以经营 所以呢 你想想看现在哪一个生意 一开店 有房租有员工 还有很多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这些因素 但是今天我们的店面是开在网上 完全没有任何这些 这个仓库啊 货源啊 员工的投资 那从每天的经营上来讲 如果你有人民币20元 去经营你自己 全球的生意的话 我想这个生意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 所以这个就是市场收入 是一个非常有革命性 有突破性的收入 所以当你的生意 扩展到不同胎众 不同时间区的朋友 举例来讲 像现在我在美国洛杉矶是晚上了 那现在是亚洲朋友星期六的下午 那待会呢 美国的朋友去睡觉的时候 如果他的生意已经运作在亚洲的时候呢 他亚洲的网店的会员在工作 当美国朋友起床的时候 他的生意没有因为他的离开而停止 但是反而在他睡觉的时候 他还是可以生意继续在进行 所以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 同样亚洲朋友睡觉的时候 美国是白天 所以大家是可以怎么样 24小时生意继续去运转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突破性的一个概念 我想就算是医生 就算是律师 一些专业人士 当他一下班的时候 你不见不服务你的客人的朋友的时候 你的收入在传统的行业是立刻停止 可是今天在杰斯这个平台是无限累积的 所以我想当我自己个人看懂了这个市场收入的朋友 我才愿意再加入杰斯一年左右的时间 把我传统理财的生意完完全全的结束掉 因为很简单的概念 如果今天我传统的生意 没有办法提供给你无限的全球性的收入 那我为什么要继续投资我自己的时间 在一个有局限范围回收的生意上呢 当然我要把生意投资在怎么样 同样的努力 可是回报的是大大超过我所投入的 所以这是我自己一个个人的一个体会 也是很多朋友 现在我们常常开玩笑 这个很多这个传统的老板呢 现在呢都是把自己的传统生意放掉 那选择来经营杰斯 就是因为他们看到这个突破性的做生意的方法 跟他传统的方法是天壤地别的 好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收入呢 也是非常震撼的叫做管理收入 首先这个管理收入呢 不是说你要盯着你的网店 因为你想想看你的网店已经是无限累积 你不见得认识你第二级的经销商 举例来说今天你推荐了我 我是你的第一级经销商 OK你认识我 可是我推荐我的朋友 他自动变成你的第二级经销商 你不见得认识他 可是恭喜你 他既然是你的第二级经销商 你一样会有管理的收入 所以这个是非常可爱的这个名词 就是你可以怎么样 拥有管理收入的好处 可是呢不见得你要像怎么样 像传统方式的去管理 才可以赚取这样子的一个管理收入 那举例来讲你推荐了我 那我就是你的第一级的经销商 那只要你已经直推八个网店 是翡翠级经销商的朋友的时候呢 这时候每次我所赚到的这个返利 就是美金35块钱返利 你有机会拿到20%到30%的管理收入 如果说我这个礼拜的 这个市场收入 这个返利拿到是5000块钱美金 那20%的5000块钱美金 就是1000块钱 今天不管你有没有主动经营做生意 你是消费者还是经营者 只要你已经合格成为翡翠级的经销商的时候 当我你是你第一级经销商在工作 你自动怎么样就会拥有 我赚到5000块钱美金 你就自动会怎么样拥有1000块钱美金的管理收入 那接下来我推荐的朋友 你认不认识不重要 他自动变成你的第二级的经销商 那他们所赚取的市场收入 你也有机会拿到15% 你想想看 我如果推荐了20个朋友 你就自动立刻得到20个第二级的经销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生意是一个累积 无限增加的一个收入的一个概念 那第二级的朋友 每一个人他们都推广 他们自己的朋友 他们就自动变成你的第三级 所以你立刻你想想看 你推荐我一个人 我推荐20个朋友 20个朋友就自动变成你第二级经销商 那这20个朋友 每个人都推荐10个朋友 就是你自动立刻拥有200个第三级的经销商 所以这个倍增的速度 其实是非常的让人家有震撼的 你因为推荐一个人 你看这样子翻倍 第二级的经销商 第三级的经销商 是无限推广 那大家不用担心说 哇这样我怎么去记啊 我又不认识他 不用担心 杰斯有非常透明的这个管理系统 这个网络办公室 所以你在杰斯所赚到的任何一块钱 不管在哪里清清楚楚的都会呈现给你 所以这就是最新的赚钱方式 一个新的一个思维方式 那依此类推 那最多你可以领取7级的管理收入 不要小看这个管理收入 我想今天我们有认识很多成功的朋友 他的推荐人 他的不见得真正热衷在参与这个生意 可是因为你找到一个对的人 光是从管理收入的部分 可以有几千块钱每金一个月 到几万块每金一个月 不管你有没有真正主动在参与经营这个生意 所以这个管理收入是没有止境的 你推荐更多的朋友 这个收入是无限的翻倍 所以这个管理收入也是我传统行业是 没有办法想象 但是已经验证过去几年 大家经由杰斯的创业平台 已经领取到一个丰富的收入 奖金收入 再来一个收入就是一个全球分红 就是公司会把全世界3%的CV 这个CV保留起来 那分享给钻石集以上的朋友 所以我想今天我很花一点时间 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奖金收入 我再一次的强调 我希望从这几十分钟的培训 你可以看到杰斯所提供的收入是革命性的 是累积无限增长的 当你抓住这几个重点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要不要投入一点时间或者很多时间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来为自己开始创业 那很谢谢这个US全球创付系统 我想当你看懂这个生意 其实要怎么做不难 我常常说成功有两个最重要的因素 一个就是你的心态 当你看懂了决定要给自己承诺 我要投入多少时间来经营这个生意 当你的心态已经架构好了以后 第二个技巧的部分 有了技巧你就会等于成功 所以是心态加技巧 但是今天技巧的部分不需要你自己去摸索 已经有这个US全球创付系统帮助你 所以很简单 我想呢 像我们每个礼拜这样子的一个事业说明会 你想想看我在美国洛杉矶 那我们在全世界有不同的朋友 都可以借着这个互联网能够收听 你只要邀请朋友来看 像今天的事业说明会 那投入跟着这个系统去 我们每个礼拜有不同的培训的主题 这样子你的生意就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上轨道 所以这个生意呢 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不要 你有没有看懂 这是一个突破性的一个 很热门的一个趋势 如果你看懂了 其实全力以赴 放一点时间进来 不管你的选择是什么 这个系统就会帮助你怎么样 一步一步的迈向成功 所以呢 我希望今天的这个奖金收入的培训呢 可以帮助大家 记得哦 不是要求你把奖金收入 讲的跟讲师一样 能够倒背如流 这不是真正奖金收入 当你把奖金收入 再懂 如果你不去运作这个生意呢 你再了解奖金收入呢 都是怎么样 都是一个平面上的 都是一个纸上谈兵 所以最重要的是 只要你抓住 看懂了杰斯的这个奖金收入 是任何人都可以怎么样 都可以参与 而且是在短期 有立刻的金流 然后呢 当你投入的时候 你就可以赚取持续性的 全球性的大收入 当你看懂了这点以后呢 你只要怎么样 跟着系统去跟朋友分享 接下来你的收入 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 甚至比你想象 还搞不清楚的时候呢 你就开始建立起 你全球的生意 全球的这个网店 所以呢 我再一次的这个 谢谢大家 今天能够这个 参与我们今天 特别的这个培训 那在这个洛杉矶的朋友呢 我们明天在这个 河淘这个城市 Quality In and Sweet呢 我们会有一个 非常难得的 Super Saturday 那我想大家都 已经收到这个海报 我们早上是中文的 下午是英文的 那在全球的朋友呢 都可以询问 今天邀请你来的朋友呢 你当地呢 有没有什么这个事业说明会 跟培训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太好了 你就是这个市场的第一人 你可以借由我们每个礼拜 这个无数次的这个 视频说明会呢 帮自己开启你全球的生意啊 所以呢 谢谢大家 明天呢 说广东话的朋友呢 我们也有这个广东话的这个视频说明会 所以每一个礼拜 除非你不想要 你所要的一切 这些系统都会帮助你 所以呢 我自己本身在 劫师这个生意是 做得非常的开心 而且我觉得 这个平台所带给我的 是我超过我当初所预期的啊 所以呢 我很希望每一个朋友 有这个机会 能够给自己时间 来投入 来体会 这样子你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朋友 像我们刚才放的这个成功的密码 六分钟的影片 为什么那么开心 而且在开心的同时 帮自己 帮家人 怎么样 创造 长久持续性的收入 所以再一次的谢谢大家 参加今天的这个视频说明会 以及培训 那我们在很快 在空中就会跟大家见面 谢谢大家 那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 周六周日假期 拜拜